你是否知道,吃糖是我们每天都在做的事情,然而,如果你停止一个月的糖类摄入,将会发生什么呢? 下面,让我们来看一下一个月不吃糖身体会有哪些变化。 1. 身体更健康。 糖是导致肥胖、糖尿病等疾病的元凶之一,一个月不吃糖有助于降低你的糖分摄入,从而减少上述疾病的风险。 此外,你的牙齿也会因为没有糖分而减少腐蚀的机会,保持更加健康的状态。 2. 能量水平提升。 糖分可以让我们快速获取能量,但是过多的摄入会导致血糖波动和疲劳。 一个月不吃糖可以让你的身体逐渐适应从蛋白质、脂肪等食物中获取能量,不仅可以避免疲劳,还能增加能量水平。 3. 皮肤变得更好。 糖分不仅会导致肥胖等问题,还会促进皮肤老化。 一个月不吃糖有助于减少你体内的糖分,让皮肤变得更加清爽、有光泽。 4. 减少食欲。 糖分会让我们产生更多的食欲,一个月不吃糖可以让你的身体更好地调节食欲,从而帮助你更好地控制饮食。 5. 提高心理健康。 糖分的摄入会导致血糖波动和情绪波动,一个月不吃糖可以让你的身体更加平稳,从而提高心理健康。 6. 改善消化问题。 糖分过多会影响肠道菌群平衡,导致消化不良等问题。 一个月不吃糖可以让你的肠道菌群恢复平衡,改善消化问题。 7. 改善睡眠质量。 糖分会导致血糖波动,影响睡眠。 一个月不吃糖可以让你的身体更好地调节血糖水平,从而改善睡眠质量。 8. 增强免疫力。 糖分摄入过多会抑制免疫系统。 一个月不吃糖可以让你的免疫系统得到更好的恢复和加强。 以上八点是我们在一个月不吃糖后,身体上可能出现的几种变化,停止糖类食物的摄入,对于身体的健康有着重要的影响,所以不妨在日常饮食中,尽量减少糖类的摄入。 感谢观看